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又来人了 闭嘴 谁啊 是我 俊天亮 谁 我 俊天亮 你怎么来了 电场爆炸的事你们知道什么情况 一号说是老鹰干的 你们见过老鹰了 谁见过他呀 不过 不过 现在天下一号的计划 归老鹰负责 老A非常担心老鹰抢了他的风头 所以让我们拼命地给他找老鹰的证据 谁是老A 我们哪儿知道 我们哪儿知道 这么说你知道了 这个老A在那边绝对是个大官 不会是马友谊吧 天气不可泄露啊 告诉你们谁是老A 咱们谁都活不成 今天亮了 你套呢吧 叫这周 就你他妈那点屁事用得着我套 那 那 那我要不要躲躲 那还不到时候呢 顾司令 英长官 你可真是神通广大 来无影去无踪的啊 真去重庆了 看来顾司令还是不信我 你的人没有告诉你 重庆发生了什么吗 告诉他 电厂爆炸 你看他 小事牛刀而已 要是拿到了母板 才算真正掌握了天下一号 我听你这话 没拿到母板 天下一号确实落在大陆了 国防部地下室肯定有 暗道机关 就算你知道了暗道机关 那也没用 那儿现在不是国防部大楼 它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就让这个秘密永远地烂在地下 没关系 天下一号 会自动起报的 时间就在今年的 十月一号 顾司令 你想过没有 如果在十月一号之前 天下一号的母板 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 不可能 你我都不知道 共产党怎么会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 那不早就把母板拿出来 别小瞧了共产党 我刚从重庆过来 他们已经组织专家 专门研究天下一号 共产党里有能人 如果他们一旦掌握了母板 那天下一号就是一堆废铁 办法只有一个 拿到母板 让他在既定时刻完成他的使命 下车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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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 下车 冯莱先生 这次啊 多谢你的帮忙 要不然啊 我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啊 郑主任 别客气 都是为胆国办事 这点小忙应该的 那我替汪澜谢谢你 我听他说 他是你的学生 那是南京电信班的事了 一会儿几年没见了 是啊 时间过得飞快啊 顾长官 你说秦天亮是一颗炸弹 我三人小组临出发的时候 你说去他那儿能找到木板 我得一个人进去 后来被杀死了 你怎么解释 做掉你的人不是秦天亮 是我 他都坏了我们的大事 那你为什么让我的人去找秦天亮呢 有些事只能点到为止 你的人又不能是铁塔的 万一他招了呢 开头先招秦天亮后来招谁 那我可就很难说了 我们的人是不得不下手 那这个秦天亮到底是什么人 说不准 可能是共产党 也可能不是 是 如果秦天亮是自己人 那封王是谁 他现在又在哪儿呢 形势跟上级领导判断的基本一致 重庆这个连环爆炸系统 牵一发就会动全身 今天我们大家说说 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我看难点 就在天下一号模板上 如果能找到模板 我们就能掌握总开关 可这模板在哪儿 就像我们分析的那样 在老国防部大楼里吗 好 要想获得模板 方向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潜伏的敌人身上下手 雷和 那个电厂的周江水 调查得怎么样 我查了 没查出什么问题 就是特务也不会写在档案上 一有风吹草动就向我汇报 是 这次专家来 天下一号最大的突破 就是时间 爆炸的时间 为十月一号 从现在开始推算的话呢 去十月一号还有两百天 也就是说 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 只有两百天了 进来 这两封电报马上划出去 天下一号 香港正同 郑主任这么快就把香港的电台建好了 这是正同的频率 我要检验一下 我们自己的电台 保密程度到底有多高 司令 这个电台 没有经过前期的测试 是不能启用的 这是 没事 这是老鹰写的检测电文 幸亏顾影跟着正同去了香港 要不然我们连个发报的人都没有啊 好 我马上去办 记住 你亲自发 是 报告 什么事 台北电报 请组长签字 你等一下 这个是发往重庆一号的 还有一份 发往香港的 这个是评率 郑主任这么快就在香港叫好电台了 这是给香港那边测试频率用的 那边电台刚刚成立 你要多hold就两遍 那香港有了咱们的电台 会不会让我们过去啊 我可不想在这荒岛上待了 这怎么是我们能说了算呢 你先好好工作 那要是有机会 还请组长帮忙争取一下 知道了 你现在这种办明办案的工作 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您不用为我担心 只要能尽快地抓住内鬼 粉碎天下一号 我受点委屈 没什么 对了 母后传来情报 说敌人很可能会在你的身上做文章 获取无版 好啊 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我早就知道 他们会找上我的 你现在压力很大 内外都要防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张腾 都过了吃饭的点了 我都饿坏了 风雷组长也在这儿啊 顾曹默 我是来帮郑主任调试一下电台 顾曹 我们这儿啊 还需要一些时间 你饿了自己先下去吃点 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啊 司令的女儿 一身的大小姐脾气 有胡椒 有胡椒啊 这电文什么意思啊 你给意一下 这不是密码电文 我可意不了 我没有你们的密码本的 有没有可能 是测试频率用的 你帮忙回复一下 好 那就一切拜托了 谢谢 谢谢 进来 警察 香港电文 姐啊 这个是明码电报 很简单 上面写的是 电文收到 正统 我都已经不喜欢明码电文了 证明咱们测试很成功 我正向司令汇报 好 这个计划 可行吗 放心 绝对没有问题 进来 是 郑主长 司令 香港电文 怎么没溢出来啊 是郑主任的明码电文 没有实际的意义 只是说 频率测试成功 司令 等香港的电台成立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密码本啊 当然了 汪总长 那份电报还在 这不是测试电文吗 没有当作文件存档 已经销毁了 汪总长 请稍等我一下 看着英长官 竟然能够不用密码本 直接写电文 方兰立即意识到 发给香港正统处的电报 绝对不是一串毫无意义的电文 这个电台没有经过前期的测试 是不能启用的 这是 没事 这是老英写的检测电报 把这份电报给正统发过去 是 顾四领 看来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要是消息走漏了怎么办呢 怎么可能走漏呢 刚才汪组长已经说了 那份电报已经被当成测试电报销毁了 而正统是不可能破译出来 你和老A的秘密电文的 这份电报 只有你 我 老A三个人知道 入口词 苏盛 dressing 您找我 小方 我们用新频率 给香港正统这个地方 发的电文还在吗 那个不是测试电文吗 我发完以后 就给扔进垃圾桶里了 怎么这种东西也要归党啊 没关系 以后不归党的电文要留三天 回复了之后再处理 姐 是不是司令批评你了 都怪我 没有 把这个 也给香港镇头主任那边发过去 记住了 这次别扔了啊 不是确认过了吗 怎么又发电报啊 这电文什么意思 这不是密码电报 除非有密码本 顾三毛 密码本你带的吗 这没密码本可难了 这样吧 用国防部通用的密码试一下 好 那我回去取一下密码本 辛苦了 是 知道马上要用新建的电台 你当初为什么不让我带密码宝 没想到电台建立得这么顺利 没来得及向基地申请 组长 今天不是你职业班 你怎么来了 不是要调试新的频率吗 我过来看看 有情况吗 别的倒是没有 就是信号很不稳定 我来试试 新的电台 本来经常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所以更加要细心调试 帮我倒杯水吧 我们用新频率 给相让镇腾这个地方 发的电文还在吗 那个不是测试电文吗 我发完以后 就被扔进垃圾桶里了 别说 还真是有国防部二号密码系统发来的电报 翻译好了 给 让我把昨天接到的电报发给七号频率 幸亏我没扔 这不是测试电文吗 是想用同样的电文 发给重庆 和他们建立联系 这不也是咱们建立香港站的目的吗 七号频率接收人是重庆 对齐 黄兰的情报 我调试了一下 信号还不是很稳定 你再来试试 刚才什么信号 这是测试电台 一般新建电台 都要联系测试好营业 更可时代都要有 现在信号稳定吗 时好时坏 看来干扰太多了 我一听这个电报声 我就知道 一定是汪组长发来的 你还没听到 顾三毛 还是你耳工好啊 他是我学生 我都没听出来 风雷组长 你能不能借我一下 你的异店呢 怎么 顾三毛 连我也不相信 你们基地的事 看来以后我还是少餐 万一有什么 我可说不清啊 顾三毛 多亏往来发来的情报 用的不是国防部的名额 顾三毛 怎么样 艺术来了 这不是明了 也不是国防部的艺电文 这到底是什么呢 测试电文 可能是你们汪组长 学手发的吧 转发七号皮里的事 我看还是你们自己处理吧 我一个外人 就别惨了 凤雷组长 别太多心了 老板 菜做好了 您慢吃 好 我参加学习去了 怎么 你这个去呀 你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今天学习班结业 要秀早点去 今天结业了都 那可这件大事 不能耽误 快去吧 那我走了 好 我来说 我吃饭了吗 我吃了 还真是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那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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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这菜不可口味啊 我刚才下班回来的时候 看着一帮陌生人 在咱家门口转悠 你被他们监视了 有这个可能 我看秦天亮这小子 靠不住我 江主任 你要是被他们抓起来 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 我们家刘副队长 可是已经被党国现身了 你给我住口 我还没被抓着呢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你 满脑袋只想着自己 说点吉利的行不行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管着吗 待着 你多少人 dein 一号 什么事怎么晃了晃张的 怎么办 我被人发现了 秦天亮这小子说 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我看他也靠不住 都只为自己 你先别着急 你好好想想 你是怎么被他们给盯上的 我哪知道啊 我一直特别小心 这帮人可已经盯了我两天了 看来你真的是有危险 我有危险吗 对 我不干了 一号我必须换个身份藏去了 我不干了 你先别着急 给你个任务 你先约见一下秦天亮 还给我任务 我都暴露了 你还给我什么任务 现在什么秦天亮我不去 你怕什么你 我跟你说啊 秦天亮要真是蜂王 我不死在那儿 你怎么是不动动脑子呢 秦天亮真是蜂王的话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样 把我们孩子还在我们手里面 行吧 那我可怕丑话说到前面了 这个任务我办完以后 我马上搬家 你说我藏哪儿去 记住了 到哥勒山 去三一庙 找房办县 他会给你安排的 那条件 算了吧 就那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儿 我到了那儿 我还不如让共产党抓起来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不去躲 去送死 别忘了 我们潜伏的纪律 行吧 秦阁长 秦天亮 秦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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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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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天亮不是上午请假去名盟了吗 他借着去名盟赚了一圈 但真实目的是和周江水齐齐一头 你没有看错 我看得清清楚楚 绝不会错 而且我估计他也发现我了 你马上带人对这个周江水实施抓捕 是 小美 小美 怎么了 蛮多大汗的 没上班呢 别废话 收拾东西 咱们把马上走 走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收拾就收拾 这地儿不能呆了 啊 啊 啊 好 怎么样 好了没有 马上 马上 我就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怎么那么慢呀 你这 你快点走 你先让我动去还是要命 走 我的衣服还没收 马上 报告 进来 首长 秦天亮同志来了 快叫他进来 请 首长 天亮 来 坐下 看出情况 您看 这是什么 都府春让我尽全力 搞到天下一号的古板 搞到首后 亲手交给老A 这是新的联络地点 朝天门码头 二号仓库 我觉得老A不可能借你 这是个圈套 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样 唯一的目的就是天下一号的模板 这 这是 这是香港的同志 截获了敌人的情报 情报是发给重庆的 用的是旗号频率 新密码 电报的密集很高 你估计 谁会是接报人呢 应该是老A 报告 进来 首长 鸿生团长来了 嗯 快叫他进来 请 首长 天亮也在啊 真好 省得我麻烦了 团长找我 可不是吗 首长指示我 你可以找我 我不得找你 我又联系不上你 急死我了 是不是受冤态了 快快坐下说坐下说 首长 先来公司啊 我在军方查一个叫 林曼的德国军官 查到了 费老大劲了 这个人 就不叫林曼 叫莱曼 咱们中国人叫着叫声嘴巴 叫成林曼了 他以前确实在重庆待过 是个军工专家 也是一个军事经济鉴别 二战的时候回德国了 苏联反攻德国人参战了 在波兰被苏军火撞 战后被判得行 现在啊 关在苏联监狱里面 国防部大楼是不是他设计的 这个没查到 不过他确实参与了一些 重要建筑的设计 要查清这些 得请苏联监帮忙啊 好 请苏联老大哥帮忙的事 我来跟上级联系 不过这当中相关的事也很多 你们要做好耐心等待的准备 首长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敌人这么着急 找天下一号的模板 我们能不能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 就说我们已经搞到了 国防部大楼的设计图纸 以此调老爷出山 可是你凭什么让老爷相信 你拿到图纸了呢 这就得让洪团长帮我演出戏了 我明白了 假戏真做 好 既然要演戏 那就把戏演好 演真 是 太难过了 你怎么不是让你享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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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往吧 不是 这不太难走了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嘛好吗 行 反正这林子里 除了瘾兽就是禽兽 你自己看着办 你不走 老子自己走 江主任 那等等我 江主任等等我 我害怕 专业董事 我判断的没错 那个周江水就是前夫特夫 人已经跑了 他跑了 肯定是齐天亮给他通风报信 两个人见面后他就跑了 这首长指示过 一定要有证据 这姓周的跑了 证据也消失来了 不就是证据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好 你好 明天你再把特务的潜伏名单 核查一遍 那个周江水 很可能是国民党时期 保密局重庆站的办公室主任 江水舟 真的 但这情况太重要了 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啊 人已经跑了 跑了 我真的 我真的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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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快开门 请休先帝 山门关闭 求时求速 请投他处 恕不悔客 少废话 装神弄我呗 我江水舟 快开门 进来吧 原国民党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 肯定还有机关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这个大楼的设计者 是一个德国人叫莱曼 他原是德国军方的高级间谍 我已经通过警卫区 通过军队的渠道 获得这个大楼的设计图纸 秦科长 昨天在路上 你碰到过周江水吧 碰到过 他感谢我来着 他说 他的新工作已经找着了 不必麻烦我了 周江水一家 昨天突然失踪了 秦科长怎么看 不应该这么快吧 当时他跟我说 他找到新工作以后再搬家 理由 你 请务我的 好 好 我 来 报告 进来 部长 部长 秦队长 你偷我找个东西找到了 太好了 你帮了大忙了 那你们开会 我先走了 好 处长 这就是大楼的设计图纸 关联 马上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进来 下班了 为什么还不回家 这图纸你都研究一下午了 天下一号的秘密 很有可能 就在这里面 这么重要啊 对了 马处长说 电厂的那个工人 周江水舟师傅 还有可能是潜伏的特务 江水舟 那正这么说 到底是不是啊 他要坚持江水舟 你应该认识啊 一会儿 下班回家 这件事情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说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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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